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20日 昨天全世界发生最大的事 就是中美高层对话 王一一号还是杨洁篪 在上面这一番战狼事的讲话 传达了习近平的最高自私 你想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你看一看今天海外博讯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是转发了法广的消息 题目是什么 美国副外长 美国副国防部长 副防长 什么呢 两党军认识到国防部 必须把中国作为优先挑战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这两个人这一番话 可不是个小事 他这样一讲以后 凝聚了什么呢 促使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 在一个问题上统一起来的 什么问题上 要和中共做好战争的准备了 你想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 但是你看 中共的官媒还在一片欢呼啊 回去后人民日报新华社 发表了文章 讲这个杨洁篪 讲这话 扬眉吐气 你看那些愚昧的爱国主义者 这一片的 这个躁动啊 觉得讲得太好了 你想这句话火上浇油啊 对不对 还是谦虚好啊 事求是好 这个既然上阿拉斯加来了 追着人家 人家这是和这个日本呢 南韩 谈完之后回来 要回城了 既然来了 你就应该会化解矛盾 但是习近平这执政之后 你发现 他个最大特点 就是只会这个 这个请神不能爱神 整天惹事 然后呢 那就不管了 搞得什么呢 这个左邻右舍 前后左右 左右都是敌人 四面书敌 你看这个副外长怎么讲的 副国防部长 她是一位女性啊 3月3月19号啊 你看她在发 发表 她发表了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你看她为什么以前不演讲 为什么前后19号演讲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对不对 有了这件事情 她在演讲啊 她说 中国及其行动 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 对美国和盟友的安全和繁荣 所依赖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构成了威胁 她还对美国国防部官员和承包商 提出警告 强调为了与中国竞争 物件大楼 必须做出艰难的这个抉择 怎么艰难抉择 放弃老旧的武器系统 为发展现代力量通出空间 你看 这两人讲这番话 还促成了什么 促成了这个 一些军事设施的更新 武器设备更新 你看老的就冷掉了 都搞新的了 为什么 应对中国呀 你想这多么严重的一个事 事件啊 但他们浑然不知啊 偏中国老百姓 老百姓想在中国多强大 中华民族复兴了 你复兴了 你讲的一旦开战 谁倒霉 那不还是老百姓 是不是啊 你看这文章讲说 这希克斯 这是这个 新上的这个女性的 国防部部部长 在向美国国防大学 国家战争学院 太宇宙学院呢 2021年级新省发表演讲 上面做了这个表述 他谈到北京表现了更强的军事自信和冒险意愿 习近平自信呢 觉得我是超过毛泽东啊 毛泽东是叫什么站起来 德国民族富起来 我是强起来 这一强 是不是啊 中华民族要复兴了 你看这里讲的冒险意愿 就因为他可能冒险 他愣啊 是不是啊 都不以前都讲过 低能而狂妄啊 刚鼻自用 好大喜功 这一整整大了 你看对印太地区采取更具 胁迫性和群立性的做法 他说中国及其行动 对地区和平与稳定 以及美国和美国网友的安全与繁荣 所依赖的基本原则的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构成了这个为挑战了 因为就拜登政府在3号嘛 刚刚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 中期战制导方针 其中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 有潜在综合势力挑战 国际体制的主要竞争者 席克斯说呢 方针指出北京是唯一一个 有可能将其经济 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 结合起来 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展 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他说呢 美国必须能够在所有的 这些层面上 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方式进行竞争 确实中共你看 近些年来 这个军力发展太快了 这个不仅那个军舰的数量 超越了美国了 而且是航母要建造第三艘 第三艘 第三艘还要搞什么 搞核动力 国家这个税收钱呢 原本可以造福老百姓 他非能整来天天搞这些东西 这一比拼给把美国惊大了 昨天你看那个王毅什么讲的 杨切实讲的 你们没有资格 对美国这样讲话 这个怎么样 你还讲了一通 这真是像习近平讲的 可以平死世界了 这不是平死 这鸟看世界了 是不是 这一整火上交友了这番话 你是不是 把自己害了 你看希克斯叔 对于美国军队来说 这往往意味着 充当外交 经济和其他软实力工具的辅助的角色 但也就这样要求美国 展示出可自信的遏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的意愿和能力 希克斯指出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本中在访问日本时就说了 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 必须具备超越中国军的能力 他说 如果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优势 缩短关键的差距 以威慑坚定的对手 我们必须在重大变革中投资自己 不仅在财政上 而且在文化上这样做 他讲的原因两个方面 不仅是要设施 你还有军队里的文化 希克斯说 相信美国做好了准备了 他的信心来源众多 希克斯说 首先奥斯丁在这个部队的支持中 明确地表示 国防部将致力于创新和现代化 国防部将致力于加速实验 这位测试和完善创新 这个作战概念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他说 在通往颠覆的路上 学习部分上 是学习部分上 是通过失败进行的 但我们将寻求的 始终是以美国的纳粹人的信任为前提 在合理的风险下 采取行动 因为他讲话的对象是什么 是部队的一些 这个一些学员 你想这个 美国的国防大学 你想战争学员 专门研打仗 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学员 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你看西克斯还说 仅仅开放的概念和测试理论是不够的 国防部还将致力于 弥合所谓的死亡之骨 确保我们在部队中真正感受到需要的能力 他指出 为新能力腾处空间将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 他说 在不再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地方 国防部将国会密切合作 逐步淘汰为上个世纪优化的系统和方法 他表示 五角大楼还将注意到驱动其投资选拔人才和创新方式的极力 极致进行调整 他相信国防部能够有效的威慑对手 因为拜登政府致力加强可能是美国最大的不对称优势 你看他已经意识到了可能中国有些方面胜过这个美国了 感到什么感到不安全感 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 现在这个拜登的确是和川普不一样 他是开始结盟 你看这也是叫日本结盟 日本离中国近 北韩结盟 南韩结盟 那是针对朝鲜半岛的 是吧 萨德也很重要 拦截 拦截飞弹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追求共同经济和安全目标的能力 是我们成功的基石 他是靠群体的力量 你中国人再强大 再后当做这个后期自秀 你当然不要忘了 好汉家不住一群狼了 对不对 你现在N个国家自由联盟 你看前几天七国联盟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对吧 你应该这边还有四国 是吧 拜登搞的 那边还有北约 你想 这个事情对中共来讲 我认识很大的一个 这个牵制 但是他无法抑制 他狂妄的也行 你看回去看 人民绕新华社每天那些报道 这些报道把中国老百姓忽悠了 认为我们的部队太强大了 现在可以占领 一计划就会占领全世界了 到处插上红旗飘飘 其实根本不是这个事 生活在虚幻当中 你看王一讲那段话 杨洁实讲那段话正常 不正常真的 他那个人在体制内待久了以后 每天就看这些情思汇报 下面都是一些两面派流血派马的 长此一往 人都变异了 不能适应 现在这种社会 多元的 这个瞬息万变的这样一个社会 是不是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在这个文章当中 也讲到了 说是这个西克斯说 他和奥斯丁部长都知道 应对这个最大的挑战 和推进国防部的这个优势 国防部的优先是想想需要来自高层的持续管路 以创造持久变革的筹码 他说我们的方法根本是促进健康的居民关系 他也讲的居民关系 其中包括文职人员对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政策的这个控制 西克斯说民主党和共产党都认识到国防部 应刚而且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美国的优先步伐挑战 你看就王一 这个杨洁篪起的这个作用 你看是两党 这个加强了共识 以前这两党不斗 你看选举全斗的 互养之间指责 针锋相对 你看现在团结起来 你说这个杨洁篪和王一杀不杀 当然不是他两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习近平我发现他的认知能力太差了 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事 那下半人给他讲都是伟大领袖一句话 怎么样怎么样 自己一听高兴都飘起来了 是不是 想象了像那个60年代打印度的时候 他说毛泽东一回首就胜利了 那个想象了也是像抗命的时候战争啊 五十年代 他一回一回首 胸九九强 跨骨牙子一样 回来以后给美国丢着一个大炮来 到处死来 换户 他就生活在一种幻想当中 下面的人哪敢跟他讲真话 谁能把这个动向 军事动向告诉他 没有人吧 对不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军事动向啊 因为什么这是国防部的副部长 你想啊 他说国防部应当相信将继续获得 维持其优势的所需的支持 随着该部开始国会国会授权的审查和修订国防战略的过程 五角大楼必须寻求确保拥有必要的资源 并且他的军事概念和能力能够威慑 如果需要的话战胜最具挑战性的对手 他说我们不仅要在理念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还要在执行的坚定下取得成功啊 你可见已经动真格了 你想这个他们两个这番大话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啊 真的 将来这个形势就非常麻烦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大家